本以为是回酬优渥的海外投资 没有想到竟然是陷入了诈骗疑云 六名本地男女早前通过一家房地产中介公司 参与了一项位于美国的土地投资 但是在他们把40多万令吉巨款交给中介公司后 却发现这笔资金去向不明 甚至连地气也拿不到 市主只好向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求助 希望公司负责人能够厘清来龙去脉 熊爱萍女士今天在记者会上指出 她是在2018年2月接到一位房地产中介的来电 邀请她出席一场投资讲座 内容是关于美国佛罗里达州的土地投资项目 强调投资者可在4年内每年获得7%的利润 并由一家本地房地产公司作为大马投资者和佛罗里达州律师事务所的中介人 负责双方的交涉事宜 熊爱萍表示 第一片土地的投资款项 她直接汇给了佛罗里达州的律师事务所 也很快拿到了地气 但当她准备投资另外三片土地时 中介公司却以各种理由说服熊爱萍 将32万5780令吉的款项交给他们 事后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却说 他们没有收到这笔款项 之前她有回答过我一次她说 我不是钱不够钱都有寄的 因为有些钱是因为对方还欠我很多marketing expenses 所以我就把你们的钱和她的钱 和她欠我的钱拿来control罢了 过后借座下几个月我们一直有跟她follow out 然后我也报了警 过后她知道这个事好像要under 要用法律来解戒了 她就不太敢跟我讲话了 她就一直说她有寄有寄 可是她一直拿不出那个证据 她有寄钱的那个证据出来 熊爱萍指出 她在今年7月之后就联系不上这家公司 据了解这个项目大概有60到200名投资者 至少有5个人和她面对同一遭遇 法律顾问拿督汤姆解释 这项投资项目涉及的两家公司都是中介 两者之间的财务纠纷根本不应该线连投资者 此外马华公共服务 及投诉部主任拿督斯里张骞次也指出 海外投资可能涉及洗钱活动 提醒民众谨慎投资 以免惹祸上身 马新社电视李渔晴采访报道